今天大家能来 我感到很欣慰 现在上海滩 有人向我潘某宣战 你们都知道这事吗 潘师爷 这是谁那么大胆 是青朴的黄老四 黄老四 他不是死人吗 是啊 黄老四是死了 可是他的三个儿子 已经杀到了上海滩 把我的儿子药物打成重伤 现在就躺在医院里 潘师爷 他们真是胆大包天 您把他们哥仨做了不是就完了吗 师爷 该怎么做你就吩咐吧 今天请大家来 就是希望你们给我留点神 无论在哪碰见这弟兄三个 就给我抓住送来 抓不住活的 就给我打死 我 云飞 要不等你伤好了再回去吧 那怎么行 万一大哥二哥杀了潘老四 你不就得嫁给他们 那就来不及了 你不说这事不成吗 而且我都说过社会承诺了 我担心你出事啊 放心吧 在江湖上也混了十几年了 等我找着大哥二哥 只要他们没杀了潘老四 你就等我的好消息 你说这大哥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他会不会出事了 我也担心 大哥要真出什么事 非跟潘老四拼了 你要这么说我就非跟你去不可了 不行啊 要是大哥二哥回来了 看见你跟我都不在 还以为咱俩私奔了 他们得追杀我们 你真讨厌 喂 答应我等我回来 答应我等我回来 我要你为我活着回来 我要你为我活着回来 来您慢点这边走 来这边请 来三楼三楼 右手 开水马上就送到 推开方就是黄埔家 来来来来 老板 您怎么办 到处都在抓你们 抓我你紧了 我是来找老大老二的 我原以为老大被潘四爷给抓了 结果老二到潘公馆救人 把潘公子打了个半死 老二现在在哪 跑了 在潘公馆杀出一条血路 被个黄包车拉走了 老大现在在哪 这这我哪知道 你先给我看见房 怎么办 少爷 这实在是不安全 风声太近 您就饶了我吧 看瞎这样 你不是老说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吗 你就不怕我从河东走得河西啊 不是 少爷 我这实在是保不住您的安全 再说万一出了什么篓子 我这不是还得做生意吗 反正我也没接着去 就住这 开房子去 金小姐 吃饭了 我不饿你们吃吧 秦小姐 有事 大掌柜的领走的时候吩咐过 让秦小姐最好别在外面都露面 多谢你提醒我 应该的 应该的 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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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老板 二位回来了 三长过去走了 三长过去走了 嗯 去哪儿了 秦小姐知道 我没敢多问 那秦小姐呢 他在楼上卧室里 三长过去走了之后 秦小姐情绪一直不太好 连饭都不想吃 他还 哎呀你们可回来了 老三去哪儿了 他去上海找你们了 老三去哪儿了 老三去哪儿了 老三这个人 激烈又聪明 应该不会出什么事了 你该去把他找回来 上海这么大 找个人实在是太难了 前天碰到老二 完全是巧合 大哥 刚才吴老板说 傍晚来了几个 形迹可疑的人 让咱们小心一点 我看 咱们该换个地方了 谁呀 我 谁呀 我 好 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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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你再也不会来了 想死我了 你这么想我 我怎么会不来呢 我是那种无情无义的人 你为什么这两天不来看我 上你太忙了 借口 你为什么这两天不来看我 生意重要还是我重要 都重要 不做生意哪来的钱赚 我有姐 你不要再做生意 我把钱全给你 你看我像是面手吗 咱们应该赶紧回上海滩找老三 他在那会有威胁 这老三偏偏这个时候上海滩 咱们还是赶紧回上海滩吧 那不等于自投罗网了吗 他潘老四既然敢把手伸那么长 就料定我们不敢轻易回上海 我们只好利用他现在的心理 再亮的灯也会有影子 这叫灯下黑 我看咱们直接回上海最安全了 如果老三回来怎么办 那就把联络办法告诉吴老板 等他回来再去找咱们不就行了吗 你今天别走了 住下来吧 你不怕出事 潘老四的儿子被打伤了 他这两天是不会过来的 你就在这儿安心住几天吧 你就在这儿安心住几天吧 你怎么不说话呀 哎呀你怎么不说话呀 你不爱我了 不爱你 咱们往那么大的危险来看你 我是爱你爱的发疯了 你难道看不出来 不能再这样了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我不想再这样 小语 你是不是真心爱我 你还感受不到我的真心吗 我天天都想着你能来 天天都盼着见到你 我一想起你跟潘老四在一起 我就难受 我一想起不能随时见到你 我就痛苦 小语 你能色饼吗 你能色饼吗 好 吴老板 告辞 告辞 三位多保重 请 我感到最好 你怎么听到最后 你没有个人 你得到你 你是哪 你 我会来 我会来 你 你 我会来 你 我会来 你 你 我 你 你 看 妈 我把东西都收拾好了 你不说咱们俩是私奔吗 你太可爱了 可我们不能这样就走 你什么意思啊 昨天你又没喝多少酒 你别急 坐下 你是潘老四的女人 潘老四在上海探视什么样人物 你应该知道 咱们这么就走 迟早会被她抓住栽了核花 什么是栽核花 把人拿麻袋装起来扔进黄埔墙 那咱们怎么办呢 半边倒是又一个 杀了盘老四 杀了盘老四 杀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 什麼時候我都願意做 我知道 這樣做很危險 可只有這樣 你們倆才能在一起 我們去的 三樣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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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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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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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真有点舍不得 我还真有点舍不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还真有点舍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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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你 雖然我希望殺了潘老師報仇 可我不希望你們有什麼威脅 萬一你要有個三長兩短我情願不報這個仇 抽一票 潘老師 非殺不可 哎我不出我不出嘞 哎兄弟今天生意怎麼樣 還可以那多少刻啊 行 喂 新來的啊 常在這拉活是 難怪不懂這規矩 什麼規矩 這一片我全包了 每拉一次活我提示一分六 行就是你抽七我拿三也行 哎還挺仗義的這麼爽氣 那就三七開吧 以後有什麼麻煩事我大哥全罩著你 啊 好嗎 呀 這 Sis 正好 中文字幕——YK 摸清楚潘老四的活动规律了 我在国际俱乐部门口等了这么多天 一直没有见着潘老四一人 我现在怀疑他是不是不走正 大哥 你每天拉着黄包车出去 别到最后没摸清楚潘老四的行踪 倒真成了黄包车夫了 可现在咱们除了这个办法 再也没有别的渠道 我那条箱要是不断 应该是最有把握的 你的哪条线 我前两天接近那人 你说的是潘老四那小妾 她要是 现在说这些也晚了 我肯定把她害惨 你们说什么呢 把谁给害了 哎 大二 这两天你别老吓唬啊 少子惹出麻烦了 等老二从江北回来再说 知道了 我现在就要带你 好走 到白了门 对不起 我这是包车 您还是坐别的车 我就要坐你的车 快点对不起 您还是坐别的车 40年 8年 40年 10年 我这只包车 您还是坐别的车 我这是包车 我这是包车 怎么是你呀 你天天就守在这啊 你怎么会找到这儿来呢 看样子还挺像个黄包车夫的 不过呢 脸色有点白 如果再晒黑点啊 就更像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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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人是誰啊大哥 別問那麼多了 幹什麼呢 哎 大哥怎麼了 你別問那麼多了 剛才啊從大門口出來的 就是潘老四 潘老四 你停下 你幹嘛不讓我看清楚 你天天在這兒等潘老四 好不容易見到他你跑什麼呀 我是怕他認出我了 你不是天天喊著要殺他 還怕認出你來 我怕的不是他 關鍵是你今天在 我在場又怎麼了 你沒明白我的意思 我聽懂了 你害怕了 沒有我不是害怕 你不是什麼呀 下點你誤會了 我怕的不是潘老四 也不怕他們人多 我是怕 我沒法跟你解釋 你不用跟我解釋 你不用跟我解釋 小姐 怎麼了 ард老四 大哥 來 看看我弄來的武器 秦小姐今天怎么不高兴 是不是回来坐大哥的车颠着了 哥哥 出什么事 没什么事 到底出什么事 今天我和秦小姐 在国际居住宿门口 看见潘老四了 本来我有机会杀他 但我没动手 主要是怕伤着秦小姐 你根本就不是怕伤着我 是你没有这个胆量 我真不知道 你还等什么样的机会 秦小姐 大哥今天不动手 自然有他的道理 你别说了 我今天错过一机会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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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 秦小姐的话就别往心里去 这次我确实错过了一个机会 如果秦小姐不在 我定会出手 哎 这说明潘老四扬寿未尽 就让他多活几天 嗯 哎 老二 这套将不太顺利了 还算顺利吧 听你这话好像出什么事了 大哥 我杀错了一个人 怎么回事 我买完抢 准备走去 对方老大 非要送我一包烟图 他转身进了礼物 我就怀疑其中有诈 等他从礼物出来的时候 我抢先开了一枪 把他给打死了 我走过去一看 他手里的确拿的是一包烟图 你也太多疑了吧 潘老四的实力范围那么广 一路上都有人盯手 都把人搞得紧张了 二 以后咱们尽量要避免 伤害一些无辜的人 就说吴老板吧 如果咱们不去找他 他也许能在小镇上 安稳生活一倍 来 来 你这么说他 我都不高兴 他可不是你想的那样 有时候我真想忘了报仇的事 好好过一段轻松日子 就是许多网友 我向着收藏 行为了 说在你后面的事 我会 kommunicina 不肯定的事 留下来 宝贝 一许多网友 我许多网友 我也有一些 我许多网友 都不是我许多网友 你也很想的 你只是想和练子 再来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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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怎么知道 你干啥 是我先选的他 你干啥 谁这也不有 但是这次全部放下 我少要过我 所以我本来说 我还不干了 我还不准备 你可真是 我是孩子 我还不去 他们把我卖到了积苑里 要不然我早就死在黄埔江里了 我天天都在想 要是能碰见你就好了 老天有业 真是让我碰见你 苏大哥 你应该不会嫌弃我吧 怎么会呢 你落到今天这地步 都是因为我 是我害了你 不 你不要这么想 我早就说过了 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做 这样能和你在一起 我吃多少苦都不在乎 我愿意给你当牛做马子哦 你不要被我捐 你过来 我需要你 你没有想到你 你跟我乎过来 我会想到你 我和你上 mata 你跟我咱们 我简直到你 我想到你 没办法 你一定会想到你 麻辣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 怎么样我都不嫌 这些钱拿着 什么意思啊 你不跟我在一起吗 我算是被你包养了 你怎么会这样想 我让你离开上海你不愿意 这是点生活费 以后我还会走呢 你为什么不带我一块走呢 离开上海 以后再说这些 我得走了 你非得走吗 过两天我再来看你 我不想让你走 我讲理由太太 我没面子来看 苏大哥 我愿意给你做小的 只要你不嫌弃我 你神经病 我现在每天像过街老鼠一样被人追杀 你跟着我干什么 我愿意 你答应我吗 小语 以前我跟你说的那些话全当是封屁 我跟你在一起 就是没有杀盘死我 说 我是被利用了 啊 你别走 你别走 你别走好吗 我求求你 别把我一个人抛下了 我 你别走 能去哪儿呢 我到处都打听了 这几天也没出什么事 大哥 我再去旅馆找一找 早啊 多注意点 大哥 大哥 先喝口水吧 好 大哥 我一直想跟你说对不起 我那天太冲动了 不 这事不能怪你 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仇人相见分外言红 可我还是觉得对不起你 那天我说了你那么多难听话 可你一句话都没说 我这人就是嘴笨 可是我心里有数 自从那天你说了 要替父报仇 我的心情比老二老三他们还急 我真想亲手杀了判老四 你能去那个地方 再找找老三吗 什么地方 就是上次你带我去的那地方 就是上次你带我去的那地方 我来找人 还是找你妹夫 我是找我兄弟 是不是又把兄弟媳妇带来了 那你想怎么找呢 那你想怎么找呢 还像上次似的 每个房间乱闯一遍 上次我太鲁莽了 对不起 你这个人嘛 还挺直爽的 知错就敢啊 如果你能帮我找找我兄弟 我可以请你喝茶 喝茶 这么便宜就把我打发了 你要多少钱 我在你眼里就只认钱 那你想怎么办 这样子 我找个姑娘陪陪你 这事我不干 你这个人呢还真少见 行 就请我喝茶 好 跟我来吧 你怎么才回来呀你 到底去哪儿了 大家都急死了 还在外头找你 以为你出事了 你怎么才回来呀你 碰上一个朋友 在他哪儿待着呢 那你也应该回来说一声啊 碰到什么朋友了 你问这么多干什么 我有点偷疼 上去睡会儿 哎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没事 我上去睡会儿 好三 好三 起来 你干什么去了 怎么了 你碰见谁了 碰上啊 碰上谁你们管得着吗 你长大了是不是 没人敢管你了是不是 你干什么 你说干什么 你说干什么 老三你别说话 老三有什么话慢慢说 以后你去哪给我打声招呼啊 我爱去哪去哪 老三 老三 我们这么做完全是为了你好 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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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我给你钱你都不干 你滚开 你滚开 滚开 朋友 你小心点啊 千万别走火 我 我不知道她是你的女人 我错了 我马上就走 以后我一会儿再看见你了 那你一定打死我 滚 等了 把这钱捡起来 钱不要了 站着 捡起来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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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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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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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四的事都给忘了 二哥 我忘情没那么大 我每天都想着怎么去杀潘老四 只有杀了潘老四 我的麻烦才会过去 什么麻烦 没什么 女人那一点麻烦 三儿 你可别骗我 啊 二哥 我你还不了解 什么时候在女人身上再给我跟到 我怕你还没有在女人身上再给我遮住 我怕你还没有再给我遮住 我怕你还不知 你就要跌倒了 我怕你还没什么 我怕你还没什么 你还没什么 那是我怕你还没什么 我怕你还没什么 你还没什么 感谢观看 你干什么万一 你在外边是不是有了别的女人 哪有的事 别骗我 你今天要是不给我把话说清楚 我就杀了你 万一 别这样 别动 你要动我就开枪 好 我不动 你到底想知道什么 你在外边那个女人是谁 潘盈 我本来不想告诉你 可你这么逼我 我接见那个女人完全是为了杀 潘老四 你知道那女人是谁 她是潘老四的小妾 我费尽心思地接近她 是为了替你报仇 别拿沙潘老四报仇的事来骗我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听话万一 你先把枪放下 你先把枪放下 我慢慢跟你说 听话 把枪放下 把枪放下 我再来 我来的 你先把枪放下 你先把枪放下